取得这个长的部分 那因为主要它的位置都固定 所以如果位置固定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用 不用特别还用什么去指 那你只要需要怎么样 用那个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那一定是需要有个函数 就是MID函数 所以这个MID函数的话 假设我今天要取这个资料 它一样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资料 那我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取 12 有没有 这个的后面 那就是123 第三个字 取几个字 123 三个字 3个字 125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 都对 那宽的话呢 那其实差不多 宽的话一样的 差率一样的函数 那最近使用过的 最近使用过的类别 有MID 然后呢 一样这个 然后从第几个字 123 4 5 6 7 8 9 第十个字 还好它刚好这三个字 所以其实好像这一题 我是觉得好像用AI 不用AI好像也OK 然后这个的话呢 这个 插入环数嘛 一样最近用过的 这个是第一 刚刚是第十嘛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是这样吗 十七 取三 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有没有 不是二二五的话 那你就再调一下 OK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不就OK了吗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其实我 这个是 前提是怎么样 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如果它的位置不固定的话 那很抱歉 你就要用FINE函数了 OK 可是如果它的位置固定的话 我是觉得你也没必要说 一定要把公司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用算的也OK 如果假设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那因为我也试着问的XLGB 他其实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你会发现 请帮我 一样 我问的方式都跟前面 有一个固定的SOP 什么样固定 前面都一定请帮我撰写 Excel公司逗典 然后我就把B2 B2储存格 就B2储存格的 这个里面的资料直接贴过来 所以这一串呢 实际上 就是把B2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把它取出来 贴过来这里 B2储存格的 这个资料 取出 中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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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后面 刮壶 中的资料 应该可以 你如果老师不是还有宽跟高吗 我讲过 千万不要一次野心那么大 你可以分三次 先藏OK 因为 后面其实我们主要藏就是一个 一个储存格 如果你一次要三个储存格 很抱歉 这边公司也没办法打三个 所以呢 建议你可能要问三次 所以我就输出 它会得到结果 而且它还跟你分析 先取出Laptor 然后还用Find 那当然也没错啦 因为如果位置假设不固定的话 那可能这个方法OK 那最后写出来公式这里 这边就是它给的公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把它两个比较一下 所以这个 把这个工作表 再另外复制一个 所以我把它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有没有 这个是我刚刚做的 这个是ChallGPT的公式 我贴过来一下 看一下 不过贴它一样会换行 所以跑到这里来了 OK 那它因为怎么样 它其实也没有不对 我用插入函数来看一下 它一样跟刚刚那个Find很像 有没有 Find前瓜阿虎的位置加1 指的就是说呢 帮我找到前瓜阿虎的位置 再向后加1 然后这个一样有没有 再找到后瓜阿虎的位置 减掉前瓜阿虎的位置 再减一 有没有发现 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前一笔一模一样的公式 你也可以拿来套用 向下填满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但是显然这个公式有点太冗长了吧 所以将来你们可以自己斟酌 如果是假设固定位置 我强烈建议你用算的就好了 你不要说自己还用Find函数 那宽的话呢 就比较麻烦 宽我们现在公司是这样 那我用那个TrugD帮我产生 所以一样 前面叙述就不用了 前面叙述不用再重打了 你就直接取出什么呢 宽后面瓜阿虎的资料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直接这样去说OK 然后呢 可是喔 你会发现他得到的公式 真的是 我把它直接贴过来给各位看一下 他得到的公式 相对的怎么样 就比较冗长 不过你会发现 他一样用Find函数 Find 他什么 他这次好像比较聪明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假如 他跟前一个长一样是找前瓜阿虎的话 怎么样找 都会找到第一个 而不会找到第二个 所以如果要避开这个问题的话 他还蛮聪明的 他不是找前瓜阿虎 他找什么 找宽这个字 所以他找宽这个字 在B2这个储存格里面 的位置 所以找到这个位置 可是问题 他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加2才对 我看一下 他这边有没有加2 第八个字 有没有 所以他应该是找到宽 应该这个要加2吧 我发现他这个公式有点错误 然后几个字 这边变六个字 这公式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他这个 噓 他应该有 应该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才对的 所以他不是错 是我 我没看到下面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所以应该是这个才是对的 哇 不得了了 这么长一串 打勾看看 结果对不对 也对 哇 可是光看到这个公式 整个就傻住了 所以啦 有的时候 AI固然是OK的 聪明的 是可以帮你的 但是 有些简单的事情 交给他 他把它变复杂了 OK 好了 算了 我已经不想要去分析里面 到底他写什么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慢慢看一下 我怎么会写这么复杂 OK 那高的话呢 也会比较简单一点 高一样 所以我底下 取出高的部分 然后底下 我最后就是下面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结果 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也是对的 只是说 会不会比较简单 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 他是找高这个字 然后把它再怎么样 再加二吗 密的里面也有密的 这个真的是太复杂了 光这样 我看是不是把它写成VBA 会不会比较简单 而且 如果你用公式写这么冗仓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除错 很麻烦 你光要找错误在哪里 或者有时候 刮无刮错也不行 所以这些很冗长的公式 我看交给CHARGP来写 好像比较合适 你光要写出这个 而且不要出错 这简直就很困难的事 打个勾 下下填满看看 也是对的啦 只是为什么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可能就是 思考看看好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 比较简单的公式 只有单纯用MID 后面的部分都用算的 因为MID这个函数 它很单纯 哪一个字开始 所以如果哪一个字开始 你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给它数字 就是哪一个字开始 第三个字 那这个的话 是取几个字 如果取三个字 那你就直接取就好了 所以这样就 一二五就OK了 单纯 那换成CHARGP 就复杂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两边比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这边 还是建议 AI固然很厉害 但是有些简单的 我看 好像用人自己做一下 好像 反而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 把简单的复杂 简单的事情 不会太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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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